歡迎大家又來到周庸周圍講節目 今天就剛剛進入了十二月 雖然十二月開頭 也有排未到聖誕 今天送個聖誕禮物給大家 聖誕禮物是什麼呢? 就是香港的反對派 看到今天為之 應該是終結的開始 The beginning of the end 接下來2021年 不論是主要的主老人物 年輕一代 甚至是政治力量 都是大大減退 對香港來說是一件好事 這個值得大家高興 看看聖誕禮物大家收得開心 好嗎? 好 首先我們分開幾個說 The beginning of the end 其實如果大家留意 看一看 其實這次 十二月開始 有幾件事發生了 第一件事 就是十二月一日 所有的反對派 除了兩個人 主要政黨 公民黨 民主黨 都已經退下來了 這個 這個 不可以說是不大的 第二 追回來 是不是這麼容易呢? 即是九月 即是大家說明年九月 可能再選 你再看看那個 編排那方面 你會發覺 真的爭了很遠 我們可以先說那個 然後再後說 主老人物和黃之鋒 我們先看看公民黨 公民黨剛剛換了界 特別的地方 大家看公民黨 也叫大藏黨 大藏黨 為什麼呢? 如果大家記得 當年一出的時候 三條煙 三個資深大律師 S.C. Senior Council 余若 薇 梁家傑 湯家驊 三個 一出來的時候 三條煙都贏了你們 到今天 除了他們三個之後 都有很多大藏 在背後幫忙做事 例如李志喜 吳若宜 這些都是大藏黨 大藏黨到今天 剩下什麼樣子呢? 改選之後 楊岳橋 郭榮鏗 那些全部都退了 講到明 陳淑莊全部都走了 老實說 你不是做執委 然後你就自己退 可能真的找回吃 這樣就算了 因為沒得做 一看之下 就剩下梁家傑 但梁家傑 做總主席 但都講到明 我再錯一戶 有人接棒 他就不做 一看 全部剩下一個人 是大律師 那個叫做梁家傑 是新人 做秘書長 做秘書長 去選的機會 真的不是大 因為秘書長多數是做事 你再看地方支部 有一個事務律師 再看執行委員會成員 全部都是區議員 社工 基本上 你一看回來 又是回到一個普通政黨 大藏黨不再 老實說 你威一威 你是大藏 不是因為你有區議員 你告訴我 到九月的時候 可能有一班人出來 但那個氣勢 公民黨去議 這是第一件事 第二 民主黨 胡志偉 都說不做 退出來 他不再選 選誰 數出來的 全部都是二、三線 不要說二、三線 是三、四線的人 有說林卓廷 又會跳出來選 之類 但林卓廷 想一想 背了多少宗案件在身 分分鐘又是 一年半左右 最後在監獄過日子 多於在外面過日子 所以 民主黨 還有多少力量 又是大家不知道 老實說 九月 撈得回多少席位 不知道 但是撈到回來 是否再是以往的民主黨 還是否以往的公民黨 又要看看林鄭 又會不會覺得 又要跟你談 又要跟你搞那麼多 真是不知道 老實說 反對派的力量 六成一筆勾銷 在我的看法 就是 即使你打回來 可能力量 只剩下一兩成的功力 如果我們除了他之後 再講最重要一個人物 如果我們看回 由回歸到現在 這二十三年 最重要一個人物 在背後支撐了大局 不失為黎智英 這個人在2021年 可以說一句 將會消息匿跡 不是他去了哪裡 而是他很可能的日子 大部分 就在法庭上過 更多時間 即我的看法就是 更有機會在監獄中過 黎智英昨天 即是星期四 又上了法庭 串謀欺詐 但如果我們看回 他被捕的時候 加上他手下 那兩個兒子 其實串謀欺詐 是其中最小的罪 其他還有 就是國安的罪名 但國安還未告他 你想想 這個時候 串謀欺詐又多一條 黎智英總共 面對有多少條罪呢 東方記者恐嚇那單 正在上訴 另外他還有四單 未經批准集結 組織及參加 四單面對的 二月至五月 有三單上法庭 另外一單是十二月十八日 又再上庭 看看何時 你想想 明年二月開始 有三單 在地區法院審的 一單走不到兩單 走不到兩單 走不到三單 基本上鐵證如山 一單都走不到 正正就像黃之鋒一樣 黃之鋒做甚麼 認罪 黎智英會否認罪 他可能都不認罪 但不認罪 你是不是容易脫 這些不是打些甚麼 而是你真的做了 所以他釘的機會很大 這四單 加上這個欺詐罪 第五單 國安還有多少單 真是我也不知道 這個未數出來 一單、兩單、三單 跟著下來幾單 這些含冷 即是最高刑罰 即是參加未經批准的集結 這些他的最高刑罰 只是五年 簡單 一單、兩單、三單 是否同期執行 我都不知 不要說我們在這裏 奏他一定釘 但是老實說 當你有這麼多單案 證據這麼確鑿的話 釘的機會是大的 三年、四年 老實說 黎智英一進去坐三年、四年 跟著國安的來到 你不同樣罪名 同期執行的機會 非常之小 如果這樣看 黎智英 跟著 2021起 有五、六年 我想都是在赤柱過的了 老實說 這個香港反對派幕後的主佬 還有什麼可以做到呢 這個也真是完了 我會覺得 這個就是 最初 是一個很現實的情況 好了 今天說到這裏 就不得不提 黃之鋒 黃之鋒的刑罪 坐牢十三個半月 那我為什麼只說黃之鋒 不說周庭 林朗宴那些 因為其實那些 作用不大 尤其是周庭 昨天在法庭裡 哭到 老實說 我懷疑 他出來之後 則不再鬥政治 黃之鋒會不會呢 那老爸就賣屋 賣屋 是否給律師費呢 你問一句 打一句 問一句 我都不信 你那時候眾籌 那麼多錢都存了 也有大把人 願意幫你打免費官司 那究竟是做什麼呢 會不會是家人都打算 為了兒子移民 到時出來之後 希望快快脆脆 然後他走了 就從此不再鬥政治 這個有可能 但是黃之鋒應該是第二代 就是反對派的第二代表表者 那如果黃之鋒也是 在2021年 基本上2021年 都差不多 有十個月 十一個月 十二個月 因為你坐牢 都有三分一扣減 那麼最少2021年 頭九十個月 你都在監獄 然後還有兩件事 今年的六四參與 煽惑參加 未經批准集結 就是二月五日審的 另外有非法集結 禁紅面法 十月五日發生的 就是十二月十八日 再上庭 還有兩件 還有沒有其他 都不說了 那如果你這樣看的時候 你將它橫切地看的時候 由肥佬黎 第二代 到政治力量 反對派 全部都斷了 那代表什麼呢 你要重新再來過 可能你說公民黨 民主黨還有些機會 整三四五個 進去議會裡 嘩嘩嘩又吵 但是 你的主腦人物 例如黎智英 我都不相信 就算美國佬怎麼搞 都找不回另外一個出來 這個沒有黎智英 對香港是真真正正一件 非常值得大家開心的事 所以我說這個 應該是對香港來說 一件非常之好 2020年結的時候 一件非常之好的聖誕禮物 那那個公用有多久 三五七年 希望接下來 香港的日子 我們不可能是沒有了反對派 也當然會有些聲音 但是它的力量 不再是早幾年 即是佔中之後那幾年 那種威王法 好 希望大家 恩言接受這個聖誕禮物 OK 拜拜 拜拜 大家看完片 不要走 記得按訂閱 之後按旁邊的小鈴鐺 當有新影片的時候 就會通知你了 我們下載到